各位同学好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就要为各位同学先介绍第一种 低型正反器状态机的设计方法 我们就赶紧看下去 在之前提过的我们要先经过步骤一跟步骤二 我们这里就先直接透过了 已经设计好的电路规格定义 以及它的状态图的建构 以及状态图指派 直接产生出一个想要设计电路的状态图出来 那么可以稍微的观察一下这个状态图 它在00这个状态输出都为0 01这个状态输出都为1 10这个状态输出都为1 在1这个状态输出都为0 所以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more machine 好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决定正反器 在这里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D型正反器 所以目前状态战存器就用D型正反器来实现 除了目前状态战存器决定之后 再来可以看到就是要设计出来的就是次状态逻辑电路 所以这个架构图就会呈现在这里 那么这个次状态逻辑电路的输入信号 是输入的in 以及透过状态战存器的结果来决定的 那除了这个次状态逻辑电路以外 还会有输出逻辑电路 那输出逻辑电路很可能会跟目前状态有关 以及跟目前输入有关 然后产生出来的输出就是out 好,决定好了正反器的这个结构以后 就要来进行的是步骤4了 步骤4是状态表的建构 把刚才我们想要设计的状态图拿过来 接着就是要建构出状态表了 那么从第一个状态开始进行 00这个状态 根据输入信号0的话呢 它会有什么状态转移呢 它会转移到00 所以可以填入到表中 那此时的输出呢 为0 再来看到的是下一个 另外一个状态的转移 我们一样用00来考虑它 那00呢输入是1的时候呢 它会转移到10这个状态 那它的输出呢也为0 好再来看到的就是01这个状态 01如果输入信号是0的话呢 它的状态转移会跑到00 那此时的输出会为1 再来看到的是 但是另一个状态转移的情况是 当输入信号是1的话 那么01的下一个状态 就会跑到10 放到表中哦 那输出呢就会为1 再来看到的就是10这个状态 当输入信号是0的话呢 它的下一个状态还是回到10 那此时的输出呢 会为1哦 另外一个状态转移则是呢 当输入信号为1的时候 它会转移到11这个状态 那此时的输出呢 也是为1 最后一个状态就是 11这个状态了 那11这个状态呢 它的输入信号如果是0的话呢 它会回到11这个状态 那此时的输出呢 就会为0 再来看到它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转移 是输入信号为1的话 它会转移到01 所以呢 将它填入表格中 那么最后呢 看到它的输出呢 也是为0的情形 将这个状态表建构完成了以后呢 就要推导出正反器的输入值了 那怎么去推出正反器的输入值呢 那就可以根据 这个x的设定 以及y的设定来看 还记得之前提过的 可以透过低形正反器的激励表 来完成这件事情哦 激励表就是我说要把自己当作侦探 我们要根据状态的转移过程去推导出 到底输入是要变成什么信号 才会让它产生这样子的转移 那么低形正反器的激励表非常的简单 就是呢 好 只要这个目前的下一个状态是为0的话 输入就是为0 那么如果下一个状态要变成1的话 输入就是要为1 所以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将dx给找到 也就是次一个状态的结果直接就是x输入dx所需要的信号 所以直接可以把它的结果腾写过来 那同样的道理呢 这个y的设定呢 也是根据qy下一次的状态的结果来决定的 所以可以将它整个信号都搭过来 就可以产生dy的结果了 如此一来 就可以完成整个状态表的建构咯 各位同学好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呢 我们借由了状态图去推导出状态表 然后呢 希望从状态表中去推出输入信号的值 这样子在接下来的单元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输入的结果呢 去推导出次状态逻辑电路 以及输出逻辑电路了